两位选手都蓄势待发了 其实我觉得郑兆玉也是我们今年来在昆仑爵的舞台上迅速崛起的中国新星 也期待她今天的表现 对 今天的大卫齐里亚呢堪称是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王者了 是排名第一的战力士格斗大赛Glory的现役世界冠军 今天兆玉也有这个荣誉来作为中国的青年选手挑战世界的王者 介绍兰方选手 身高170公分 年龄26岁 职业战技 23胜8负 12次击倒对手 Glory现役的世界冠军 卢元柳空手道黑带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0cm tall age 26 Glory reigning lightweight division champion of the world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Gorgia wearing black belt of Ashihara Karat David Kiria Hongfang选手 郑兆玉身高174公分 年龄20岁 职业战技 40胜10负 7次击倒对手 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4cm tall age 20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40 wins 10 losses 7KOs 欢迎我们中国的年轻选手 日赵东风 郑兆愿 有请场上裁判来自韩国的 Kim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 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 广州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 中收陈沛 这里是中国武术协会刘斗雷 和您一起观赏这场比赛 下面进行的是70公斤级的自由波及比赛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郑兆玉 蓝方是来自格鲁基亚的戴维特 奇利亚 比赛马上开始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郑兆玉在昆仑爵已经打过好几场比赛了 特别是前面两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好 他的风格特别的硬朗 然后基本上不后退 然后一直跟对方进行这个速死拼搏 出于这种坦克式的推进 对 坦克式推动 然后拳法非常好 很重 但看起来对方的这个拳法也很重 而且对方有肌辅的动作 他要注意好这个内部的防守 在前面比赛中我看到白帝宾呢 遇到那个场面我们确实还是捏了一把汗 前面也看到这个贴身肉搏实际上非常的明显 一拳就可能被KO 对方的拳非常重 郑兆玉现在 郑兆玉打出自己的拳了 郑兆玉肯定在寻找机会 你看双方就贴着实际打 你还要上下结合 左右摇闪一下 对 实际上郑兆玉可以适当地控制下距离 郑兆玉现在在硬扛对方 要先出动作 教练跟他说要先出动作 对 还是应该正面侧面的 适当地做一些调整 对 郑兆玉不能像靶子一样站在面前给他打 对 现在他抗打 在比赛中呢讲的是这个真真假假叙叙叙事实 高低轻重缓击都应该有些变化 有些犹豫 又是不幸的先 就带了这个这么突然的一拳一个后格摆拳 对方就是一个迎接 太重了 出拳太重了 出拳太重了大的 看着确实战术适当 这样这个硬打这个而且前面出拳少 已经可能被对方中击了几次 今天的战术打得不特别好 我们确实跟陈总在讨论是不幸而言重 对 刚才讲的几个弊端呢 在场上出现了这种一定的结果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年轻选手需要一些比赛来提高他的这种经验 虽然我们讲叫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 只有在擂台上的实践中才能不断的力量自己提升自己 今天这个比赛多次出现秒杀 他这一拳这个后手摆拳太重了 关键是前面那个直拳的时候啊 对 给他一个震撼 然后这个动作连击呢 起到一个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这看的话就是战术确实有适当的地方 最起码应该用调整一下距离 不让对方打这么舒服 你看对方这个上面下面打得非常舒服 在比赛中呢还要求确实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术意识 当然这些失败的经历对这招雨来说都是一个 就是积累的过程 果然不愧是世界现役的世界冠军呢 绝对是实力一流确实厉害 但是我们赵玉呢这一次作为青年选手 能够机会跟这样的高手交流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是的 我们现在希望赵玉能够赶快恢复 再次站起来回到我们的擂台上 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我在之前有预测说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正面火拼 真的是一开场可以看到他们每一拳都是打得非常重 我在台下都能够听到他们这个拳击打在这个肉厅上的声音 确实非常刺激 非常的震撼 所以我相信刚才的那一重拳一击对于郑兆玉来说也是 兆玉怎么样 非常非常 举手适应我们大家 有杀伤力的啊 好样了 是的 我们全场也把掌声和喝彩送给郑兆玉 非常不容易能够面对这么强有力的对手坚持到这一刻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一回合1分42秒 KO对手获胜 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祝贺我们的蓝方选手 真的不愧是世界名将啊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 包括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场 如此精彩分成的搏击大赛 那有请我们的搏击宝贝把奖杯颁发给世界冠军David Kiria